在出发之前我们打算把我们的房车洗一下 因为从新州回来的路上赶上下雨 然后弄得特别脏 今天我们不打算自己洗车 我们打算尝试一下到一个洗车厂去洗 看看洗车厂洗得怎么样 走这 现在我们已经到洗车厂了 然后它后面这个屋子比较矮 我的车进不去 进不去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停在门口 然后把那个管子从里面拽出来这样洗 把这个新州专用的清洁系拿出来 第一次用 好嘞 我们的大拖挂已经洗完了 像新的一样 整个车都在反光 这么一辆7米5长的拖挂房车 在洗车厂洗一次 只要80块钱 我觉得相当相当的实惠了 大家觉得呢 期待你们评论区的精彩留言 谢谢 好 不好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